我們來看一下檔案總管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的部分 你看我們的硬碟盒 平均使用時間其實蠻OK的 他的回應時間 算是在一秒以內 他的回應時間算是蠻迅速的 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 我們稍微看一下工作管理員的部分 你看我們的啟用時間差不多 我們都沒有 OK那我們稍微看一下我們這個工作管理員 我們啟用時間其實沒有到一直 百分之百一直狂跑 就是他還 就是 好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我們工作管理員 那我們的啟用時間差不多就是 都是在50左右 50上下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 他的啟用時間 不會就是維持在100% 然後一直瘋狂跑的狀態 那他的平均回應時間我覺得看起來是 還蠻OK的 因為上次我們 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 那我們的啟用時間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 那我們這個 那我們這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 那我們這個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個 Samsung M.2 硬碟他的平均 就是他的啟用時間 What the hec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工作管理員的部分 我們啟用時間呢 看起來都還蠻OK 他沒有一直維持在100 一個 瘋狂跑的狀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硬碟呢 他的啟用時間 看起來沒有一直 瘋狂的維持在一個100%狀態 然後 沒有辦法跟上 看起來是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他的平均回應時間 看起來也蠻OK的 就是不會到一個超級幾秒鐘這樣子 超級久的狀態 看起來目前的血入速度都是還蠻穩定的 就沒有說 一個忽然大跳樓的狀態 我們再繼續慢慢觀察一下吧